據紮鐵爺連年歡呼 終於在香港贏到第一場頭馬 其實這一匹馬分辨的地方有什麼能處呢? 其實他也是主要性格 之前比較害羞一點 近這幾局他都衝得很好 其實我最初接收這隻馬 都覺得有點難搞 因為之前有兩個馬房他們搞過都很難搞 但可能我平均換回來 落到現在這個班 他可以出頭 我希望他可以繼續有這個表現 現在的考法是否確定了 一定要是早段是沒有任何人 由少少慢慢建立他 然後入到直路 他經常都交到一個好的走勢 不在乎千、二千、四千 他說可以次二千、六千 但都是差不多一圈 賽前的阿朱明報道都操過 其實他自己賺過 因為上個禮拜跑完 他一場他有馬 一早已經賺過了 那麼適合田頭沒有馬 所以田頭拍回來 另外我們也翻查了幾多 連同今天在內 就已經連贏了13K 其實應該是近三十多年裡 連贏最久的一位 因為我之前是雷建威保持的十二年性 現在是十三年性 其實有沒有一個預計到可以連接這麼久 還有有沒有不懂 就是估計到馬房裡面的馬房可以保持這麼久 可以保持這麼久 其實都沒有什麼說 怎樣去計劃幾多連勝 因為希望每個聚會都有些機會 希望有些成績 幸好這一個月來我們都很有運氣 可以保持得到 希望一路繼續保持下去 較早前我們都問過你 即是今年差 軍聯馬師和你講 其實那時候你就相當自欠 譬如大家其實都以一刻為止 其實你都拋離了第二位 整個都打了十場堂馬 現在的看法又怎樣 都是早了說 我覺得無論如何都要去到三四月 因為我預料到他們都會追得很厲害 再一次歸P1 再一次歸P1 謝謝